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吊了一碗 什么都没有 发生了什么 我好像一瞬间看见河底的鱼 清晰地游来游去 好神奇 终于能看见雪山了 今晚先在这里过夜 明天一早就进雪山 已经往北走了五天五夜 温度越来越低了 天梦哥 你的老家在极北之地 那为什么我遇到你时 你却在新的大森林 小雨昊 你的记性真不错 这段时间 哥住在你的精神之海 已经感受到你是个 值得信赖的人类 哥以前的故事 就都告诉你吧 我本是出生在极北之地的 一只很普通的冰蚕魂兽 冰蚕天生是精神属性 与冰属性双修 但战斗里受到体型限制 又有天敌 冰地鞋存在 所以很难修炼到万年以上 冰蚕天生是精神属性 与冰属性的双修魂兽 难怪天梦哥一直说 他带给我的第二母魂是冰属性 而我却是个例外 在我十三岁那年 被一大群冰蚕蚕追 我跑啊跑啊跑啊 又得掉到一个冰窟了 不过因祸得福 倒是让我找到不少好东西 万载悬冰蚕对冰属性魂兽来说 是绝对的大谱 真正的天才地宝 我在沉睡中 将万载悬冰蚕里的寒蚕全部吸收 从而成为万年魂兽 醒来后我想出去 却找不到路 天梦哥这天梦冰蚕的名字 不会是因为天天睡觉做梦而起吧 10月20日 我先不想再买 我又不是 我今天看机材 我本身一位 这是 真的 天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